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在這裡坐定定和大家拍片了 今天這條影片下容都挺豐富的 首先會做一個開箱 因為我最近上網買了一些歐美的化妝品 我自己是超級期待的 然後會有試飾 然後我就會再做一個第一印象的分享 最後就會有少少網購 怎樣可以便宜一點的提示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了 之前在SpaceNK訂的就終於到了 因為開化妝品 我就覺得好像只拍到產品會好一點 所以我現在就開始拆了 我買了三件產品都超級期待 這些是自己可以選擇的 sample 我忘了自己選擇了什麼 然後 看一下 1 2 3 我要開第一個了 就是這個BECCA的highlight 因為之前上網見過一些人說它很好用 我剛好有看到它的特別版 就是這樣的 它比我想像中手這麼輕 我以為會很重 超漂亮 忍不住一定要給近鏡 首先剛剛第一個拆了出來的就是這個BECCA的highlight 你看到它的紋是有個三角形的 有點像Clay Deport的那盒 最期待是這盒BECCA的眼影 我留下最後才拆 第二樣拆的就是Hourglass的胭脂 這次最怕是因為三樣都是粉狀的東西 我就很怕它會碎出來 原本如果是在店裡選擇的話 可以自己選一顆是光影多一點 或者胭脂多一點就可以自己選 很明顯這一顆就是光影多一點 我自己也是想要這個效果 很滿意啊這顆 而且這顆的胭脂是比香港賣超級到便宜的 到最後就是要拆這個 我自己這次最期待的就是BECCA的眼影 裡面有個湯袋包著的 然後就拆出來是這個 這個要給它一個超近的鏡頭 看到嗎?它每一粒旁邊也有寫by terry 超漂亮的 而且這十隻顏色我想我一定會用到 剛剛就跟大家拆了箱 看看我買了什麼回來 現在終於要試上臉試一下 我對它的第一印象和第一感覺 最基本的妝就已經完成了 現在我搶眼影 然後光影 還有胭脂 我就逐樣逐樣跟大家一起試 首先跟大家試了BECCA這個光影 因為我自己習慣了是塗胭脂前 就會先塗光影 那我今天準備了一支小小的掃 先點一點點 先點兩下看看 通常我擦這個就很喜歡 先畫在這個位置 好像現在鏡頭上面也看到 偏光的感覺 它是令到你皮膚很有光澤感 好貼喔 好像比我cladypo的那盒再貼一點 不過我另外那盒就是偏藍光 這個就是偏粉紫 光影我上完在拳骨位 就會通常都直接用手指去點上鼻子 直接塗上去 它塗上去之後 不會有一層粉在上面 它真的好像完全貼在你的皮膚上 試完光影 我就跟大家一起試這個 好漂亮啊 有些人說你點胭脂 不要這樣 不斷掃 要逐個逐個點上去 很緊張啊 我自己對它也挺高期望的 試一下 通常上胭脂應該是這樣 但在範圍打圈 為什麼好像上完之後 臉瘦了一點 我自己真人看 它是很上色 還有很貼面的 都是不會有層粉感在上面 我時候應該會再重新攪拌燈 那些 因為在這邊應該要多加兩盞 然後那些妝效才會突出一點 因為它也有光影 好像塗完之後 蘋果肌突出來 完全停不住 不斷令我的臉 因為我看到它這條 偏光的線 然後我覺得很漂亮 好像皮膚很好 然後超有光澤的 好 之後呢 就到我 今次買得最期待的一樣東西 就是這盒ByTerry的眼影 我原本是沖著它這個 粉紅色來買的 因為上網看圖就真的很漂亮 有閃的應該是這一格 還有這一格會比較閃 然後其他都是很深色 沒什麼閃粉的 我決定要拿這個 這個顏色 來早一早打開 我再打開一次給你們看 一下 看到嗎 是很滑 然後是很幼 比我們上面的粉餅 打底我通常都是用手指上 覺得好像最方便 用掃上這一格 這一格是有一點點珠光 它是像那些 一上一隻眼就這樣用單色 用它已經很漂亮的 那我先試一下 不過它的掃沒有我預期中那麼好 好像不太觸到粉 還有有一點點刺眼 手指上就好像好很多 剛剛不是說過 這個眼影 就是那個顏色 好像也有一點點閃粉在裡面 但是上到眼是完全不覺得 所以你這樣亮的時候 會看到一點點閃粉 不過是完全看不到 有一顆閃粉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 那些深色的眼影 我想這盤你應該會很愛很愛 它的掃呢 一邊就是我剛才用的 這個好像blending掃 這樣 另外一邊是斜角掃 來的 那我用斜角掃 來畫一條眼線 這樣試一下 好出色喔 好出色喔 這邊的掃也很出色喔 我下次再分享一下 這一盤應該怎麼畫 我看到它的顏色全部都很漂亮 今次的第一印象分享 就來到這裡了 之後我就會講一下網購的小提示 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了 剛剛跟大家分享了 我今次網購了的東西 現在我就講一下 令網購更加優惠的方法 就是用一個反利網 今次想介紹的是 TopCashback的一個平台 在這個平台 其實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網站 每個網站 都會提供一個反利的% 我們平時旅遊時 最常用的一些網站 都會在這個平台上 例如 Expedia Booking.com Hotel.com 至於美妝方面 今次我用了SpaceNK 但其實它還有很多不同的 各大品牌網站 讓你們選擇 除了美妝 當然還有這個服飾類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上來看看 很簡單 做完介紹之後 我們現在來實踐一下 立即試試買東西 首先 你就找了你想買東西的網站 然後按去購物去反利 它就會慢慢 拌出你想買東西的網站出來 去到那個網站之後 就好像照平時的程序 一樣用這個網站去看東西 買東西 付款也在購物網上完成 就可以了 付款之後 我們可以回到TopCashback 看看反利名勢 它就會很清楚地列出 究竟反利多少 以及大約的反利時間是幾時的 當這個平台完成了反利的程序之後 你就可以提現反利出來 這個平台其實提供了三個方法 給你拿出錢 我自己用的話 就是用PayPal 另外還有一些提提大家 就是用了去你自己想買東西的網站之後 最好還是回到TopCashback的網站 看看會不會有這個信息顯示出來 如果有的話 就代表你是成功透過這個平台 去了你的購物網站 另外就是 如果你在網上點來點去太多次 那個歷史很容易會跟脫了 所以最好你們就可以一早去購物網登記了 還有寄好那個產品名 一搜尋出來就會方便很多 還有用這個平台 就最好不要用其他優惠購 如果不是撞了 就很容易會反你失敗 至於登記方面 很簡單 填你最基本的資料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幫大家拿了 SpaceNK這個網站 15元的美金優惠 如果大家想用的話 就可以在下面的連結找到 我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